嬴政的父亲是谁 并马勇为何是千人千面 西安95后导游王玉 影经据典将一个个文博冷知识 讲得趣味盎然 这也让王玉在网络上圈粉无数 被网友称为专家型导游 2020年王玉毕业于旅游管理专业 随后开始从事导游职业 王玉表示 导游更像是一名文化传播者 职责是让更多人了解历史文化 读懂历史文化 那么自身的知识储备就得过硬 为此王玉在工作之余 会查阅相关书籍 观看纪录片等 同时将需要的知识点 记录在手机备忘录中 随时应对各种疑问 为了能够把这个东西讲得更好 我会看很多的历史书 包括一些考古学写的一些历史书 包括还有些纪录片 像百亚讲坛 或者中国通识 世界通识等等 而是每天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游客 给我提一些问题 如果我当时回答不出来的话 我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记得在我的那个备忘录里边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从工作到现在为止 那个备忘录里边的内容 大概已经光冰棒这一条 这个类目 已经有60多条备忘录了 然后包括到现在为止 每一天早晨 我在洗漱的时间 我还会利用这个时间段的 去听一些纪录片 每天都在 至少会抽出一个小时时间 去看一些新内容 为了更好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2021年开始 王玉开通了网络平台账号 西安导游芥末 利用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直播讲解 使更多人隔着屏幕 就能读懂兵马俑 目前 王玉在网络平台上的账号 已有超400万粉丝 其实这两年以来 这个短视频的这个粉丝的一个积累 然后可能也收获到来 大家一些关注 我觉得的话 心态上的话 其实改变不是很大 就可能唯一一个 就是在刚开始走红的时候 那几个视频一爆 觉得还挺开心的 受到大家的认可 但是除此之外 其实对于我的工作来讲 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可能就是每天还是早上直播 下午带团 只是说在景区里面 可能偶尔会被游客认出来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 我觉得 而且也是一种鼓励 就是它会让我在每一次 学习的时候 或者在看书的时候 我会觉得更有动力了 就因为我要把这个东西讲好 将给各位游客去听 王玉表示 网络直播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屏幕 而是成千上万求知历史的人 他希望通过自己对历史的解读 让更多人感受到其中的文化共鸣 从中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未来的话 其实我也希望不仅仅局限于兵马俑 因为西安其实还有很多的景点 也值得大家去挖掘 可以走出西安 甚至可以把我们全国各个地方的一些景点 传播给大家 比如说你像去年的时候 我还走过了广西 包括宜昌这些地方 然后拍摄了很多短视频 包括今年 包括以后 我也希望以这种方式 能够走遍全国吧 可以把更多更好的一些 优秀的一些传统文化故事 讲给大家听